寺棧 由於大春剪刀三十多年 所以都會帶她去祈福轉運 今天帶我們來這間寺廟 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轉成去放山 放山是一種很好的功德 我們放生 其實就很簡單 將我們想放的東西放去一些很適合的地方 我們去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放 這個日本就叫做鰻魚 我們就叫做鰻魚 泰國就叫做鰻魚 鰭就是鰻魚 他們就說有什麼東西 會幫你有什麼好運 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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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統計顯示 泰國有超過九成的人都信奉佛教 對於很多信仰佛教的家庭 敬佛祈福更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泰國人平時都會參與很多祈福活動 很多寺廟都有各式各樣的祈福活動 給善信參與 我們經常聽到具有泰國特色的 就有例如捐棺材和共爭 通常泰國很多寺廟都有很多白餃 因為很多人餵他們都不是很怕人 因為泰國都不會捉了他們吃 有空呢 大春可以多來餵獎 其實這裡有很多泰國人來的 因為大家都是共同有共同目標 大家都是去做好事做功德 可能做好事多有機會認識女生 大春認識女生 她做什麼 等她餵我 一般來說 可以給我們放生的寺廟都很有經驗 他們會選擇動物是適合當地環境生活的 而放生的過程其實都可以很簡單 不需要太多儀式 當地人有時放生之前就會中驚 如果不懂經文都不要緊 誠心就可以了 你懂得唸的 其實我們可以先唸佛秀經 唸了也不會增強 不懂得唸也不用太介意 我們待會就會做一個功德的儀式 剛剛他們有不同的價錢 就回向一些制度給和尚 還有他們會給了樂戶 然後就會有蠟燭 然後會給一個佛紅色的信封 我們就會隨身 這間寺廟除了有放生活動之外 也可以找主持為你祈福 至於供品的價錢 也有很多選擇 封劍尤人 大家不懂泰文也不用太害怕 工作人員會幫助大家 而每間寺廟的祈福儀式 都會有些不同 而這裡就會提供一支水給大家 你邊想著自己的煩惱 一邊把水倒入碗裡 再把碗交給主持 比喻把自己的苦惱交給佛祖 主持再用白布把你蓋住 幫你祈福 最後幫你點著蠟燭祈福 那就禮成了 剛剛放兒山了 其實泰國睡覺很簡單 希望大家只是做多些好人 做好事 說多些好說話 如果有機會經過指標 或者覺得自己的運氣不好 都可以去放生 但是記住 因為很多時候 放生就出現了 就是放不得其所 就是把一些淡水魚放進去淡水 淡水魚放進去淡水 淡水魚放進去淡水 也不要超級大量放進去 適可而止 不要把好事變成壞事 沒錯 所以想知道多些 泰國佛教的知識 就記得 牽絕我們這個泰二道生活遊 好 拜拜